HELLO 大家好 又在我飯的食物議食時 今天在慶華街青山道 今天吃什麽呢? 整間叫做餃村 本來不是想來這裏 不過原來在附近很多地方都不開 星期日 沒辦法 那間我遲些再拍給大家 因為那間店的評論都不差 今天就來這裏試一試吃餃子 因為天氣很熱 而且我準備今晚又要直播 接著回去再跟大家慢慢聊 就是這裏了 搞串 其實這場深圓地鐵浸絲易出口過來也很近 進去坐下再跟大家慢慢聊 進來坐下了 這間叫做搞串派對 其實它也有很多食物 包括有餃子 有飲料 還有我看到現在本周美麗湯底 五指無桃 所以有很多款式 還有這裏搞串派對聲明 它說由於近日有一兩位客戶 認為本小店製作食物需要太久 本店特使作出聲明 那我不再多說了 這個大家慢慢看 可能有些人嫌等太久 簡簡單單地說 好吧 我們先點了東西 點完再跟大家聊 點了什麼 點了個五指無桃 金筍粟米腰果豬骨湯 接著是魚腹旗 接著要一串雞鐵骨 孜然羊肉串 麥魚醉一串 雞皮一串 接著是手工冷泡玫瑰神花茶 接著是手工冷泡菠蘿桂雪梨 然後有湯餃雙拼 煎餃雙拼 以及沙爹豬一串 暫時這個價錢多少 看看吧 是229元 好了 等東西來到再跟大家慢慢聊 一開始出場 是我最喜歡的湯品類 對於今天的單點項目 寫明湯品類是 得五指無桃 金筍粟米腰果豬骨湯 寫明絕對沒有味精 這麼大碗 只不過是18元 18元 相信容量超過600毫升 上次在明利餐室 喝到的湯 8元一碗就超過500毫升 這裡都不約 雖然價多10元 但它的用料 絕對是經貴過明利餐廳上一次 它加了蟲草花 五指無桃 腰果就不能拼 但也拼到很多甘筍 豬骨也沒有 不過有豬骨的味道 另外有老公最喜歡吃的粟米 蟲草花方面 其實跟甘筍配合得很好 那些味道很鮮明 飲得出各方面的材料 都已經著大半的味道 煮到湯底 調味適中 喝下去很甜 大家都知道 如果喝過五指無桃的話 本身五指無桃 都是一些比較突出鮮甜的味道 甘筍和粟米也是很清甜 所以夾雜起來 這個湯粉可以說 等於吃木瓜雪耳糖水的效果 是甜得來 非常好吃 拿到上桌的時候 我覺得它大碗得來 不算太油膩 還要是夠熱辣辣 我不是試第一口那個 我去了洗手間 老公試了第一口 回來跟我說 快點試這個湯 好好喝 好夠熱 是不是 嘩 一拿來一筆一口 熱到辣嘴辣喉嚨 好厲害 這裏也不沽寒 雖然你付了18元 他也付了很多渣泥 我待會可以慢慢欣賞 這個是雙拼煎餃 價錢48元 其實有一樣東西 是要加2元 所以現在變了50元 有兩種餃 左邊的是韭菜豬肉餃 另外右邊就是粟米芝士豬肉餃 總共有8隻 即每樣有4隻 嘩 這個餃不差 第一 煎出來真是新鮮滾熱辣 還有醬汁 當然大家一眼就看到 煎得不夠焦 我喜歡焦點 脆一點 好吃很多 就像多麵館那裏 我可以叫它煎焦點 但這裏因為用QR高落丹 其實我可以叫它煎焦點 說真的我們未吃過 不敢叫人煎焦點 因為它煎得好像黑蛋頭 這個韭菜豬肉餃 它的韭菜不是真的新鮮 剁起了 然後再拌進豬肉 這樣包 它有點像什麼呢 韭菜煎完之後 再拌進豬肉餃 輕輕攪拌 所以感覺到 有一點粉碎的感覺 但是吃下去不差 但是韭菜味不至於很香 因為始終可能真的冰過 一個東西 就真的完全不是那回事 另外這個粟米餃就要加2元 你知道的 因為有粟米的東西 我真的零殺錯莫放過 這個豬肉餃 它就說加了芝士 但芝士的感覺不太強烈 反而粟米和豬肉就強烈很多 這個粟米也是那一句 你看看 也是有些謝老臣的感覺 雖然不需要說了很久很久 咬下去還有些脹身 也是不差的 這個煎餃來講 50元有8隻 其實真的很划算 而且真是夠新鮮滾熱辣 用心製作 所以這個不差 想不到這間店我經常走過 想著東西不太好 錯了 進來試過才知道 原來不差 其實有時候的東西 真的有這麼巧 飛機撞子搖 我剛剛要去拍那間 它沒有開 我才可以來到這間 而且它旁邊有些醋 給我們點 這裡用石子兜 放在旁邊也是 這樣就可以安裝醋 這個醋都OK 點完之後醒來很多 還有可以消滯 湯餃類雙拼最低是45元 我們點了兩款餃 其中一款餃因為比較貴 所以要多加3元 就48元 今天我點的湯餃 總共有8隻 第一樣是椰菜冬菇木耳豬肉餃 另外一樣是香芹芫茜豬肉餃 而那兩款湯餃 單點的時候 8隻椰菜冬菇雲耳豬肉餃 是45元 而香芹芫茜豬肉餃 單點是50元 可想而知 本身你一加香芹芫茜豬肉餃 就是加3元那種 其實它總共有6款餃類 我都點了有4款 加上煎餃 所以這裏的餃類 我覺得它很大隻 真的醬補補 但是種類比較少 幸好我點的4款都是比較好吃的 現在二絲到碟裡 說了餃類 再說湯 香芹芫茜豬肉餃 貴價的那個 香芹的味道 就是唐芹 好突出 而芫茜它下了很多 但是我覺得比香芹奪了部分的味道 雖然也吃到有芫茜味 但是沒有香芹那麼突出 豬肉那方面它也是下的比較少 這一點我就比較喜歡了 因為我喜歡吃菜多肉少的餃 而餃皮很薄很滑 比起一般的包水餃的效果更加好 而且餃皮大部分都沒有穿 偶然有一隻半隻 輕輕龜裂了某部分的位置 而且餃子真的超級豐滿 所以你看見 我現在將一隻餃 分開了兩份 其實我夾其中一半 已經可以等於一隻餃 就差不多大了 而且調味方面很適中 豬肉加進去都不算太粗 你問我能否感受到 它有肥高的豬肉呢 我就感受不到 不過調味和整體上的配搭 都十分之好吃 所以我覺得這裡一點都不顧汗 包餃的材料真的給得很豐富 這一點就十分之欣賞 另外那一項比較便宜的 椰菜冬菇木耳豬肉餃 這個我反而更加喜歡 為什麼呢 因為椰菜的清甜味很突出 而木耳也有一點爽脆的口感 這裡輕輕看下去和咬下去 都對豬肉的存在感很具體 吃下去就像有菜有肉的餃 皮一樣薄 調味也很適中 吃下去很和諧 不會有一種味很突出 搶了另一種材料的味道 最特別的就是 它的菇香味反而不夠突出 所以才令到這隻餃這麼和諧 吃起來 其實這個口感 比起剛才我說的香勤芫茜豬肉餃 更加享受更加突出 整體上 如果48塊有8隻餃 還有每款有4隻 真的足夠一位女士夠飽了 而撕回湯碗裡 一看見那碗湯 嘩 你真的喝完湯 十分滿足 剛才的湯 其實就是我們剛開始介紹的 五指無桃甘筍粟米腰果豬骨湯 絕對沒有味精 我也覺得是 因為我喝了這麼久 都沒有頸殼的感覺 它還要加了蟲草花 甘筍剛才也吃得出 但是粟米飲到味道 看不到形 豬骨腰果一樣看不到 不過因為綠餃的關係 這個湯是比較淡 但是也很夠熱 喝起來十分享受 而且它給到有這個湯碗的七分滿 都超過500毫升 所以我覺得48塊喝完湯 真的因為女士一定夠飽 因為女士一定夠飽 好了 說完餃後 就說說串燒 它將幾吋放在一碟 因為為什麼呢 一吋一碟就放到整桌 這裡其實有三樣東西 包括這個孜然羊肉串 價錢15元 還有這個墨魚嘴是18元 還有這個就是餘腹期15元 不如我由最普通的說到最好吃 好嗎 最普通的就是墨魚嘴 墨魚嘴來說 它是雪藏的了 不像大閣嘴街市那裡 有一個叫椒葉墨魚嘴那麼好吃 它這裡去雪去得很好 其實如果去雪去得不好 做出來是煤煤的 好可愛 而且它的調味也調得不差 燒的時候也燒到盒度好處 當然你說和串黃比 我不可以和別人這樣比 始終大家各有各做法 但始終每樣東西都一定有比對 我都不再多說了 另外就是這個羊肉串 第二 羊肉串這個你看看 它有肥膏的 轉來轉去 隻羊挺跳皮的 這個羊肉串有些肥膏 雖然看上去真的好像 我還說 嘩 這麼刺 為什麼錯了 是好吃的這個 還有它加了少許孜然粉 我知道有些人未必喜歡吃孜然粉 如果是的話 要跟它說聲 因為它都寫明了 孜然羊肉串 所以你可以跟它說走孜然粉 這碟來說 最棒的就是這個 我告訴你 這個魚福奇 真的值得來點 為什麼呢 第一樣東西 價錢不貴15元 嘩 最後一個是竟然最好吃的 價錢15元 這個魚我先以為是三文魚 不是 其實它是橫魚 魚香味真的很突出 而且這樣燒油脂感很高 你看到嗎 魚油 好棒 再加上浸皮 又有一點脆脆的 好可愛 這個 比桃米撈更好吃 所以這個 真的值得來試一試 因為15元而已 我不覺得很貴 雖然這碟東西 加起來也要幾十元 說真的 現在串銷 你說要多少錢 大家心中有數 我還有幾串美食 等待我的老婆介紹 等它試完 我們再說 有人會問這個是不是脆環 不是 你不要做夢 這個一定不是脆環 如果脆環15元 我想這裡排隊也像 所以大家不用想 是普通環魚 接下來介紹三款串銷 其實有兩款都是屬於雞的類別 說回最近鏡頭面前這一串 其實就是雞的肩膀位 它有名字 它叫做雞脆骨 如果我沒有讀錯的話 價錢12元一串 看上去其實很像雞翼 吃下去那種味 都很像雞翼的味道 像取葦的味道 很濃郁 而且有兆頭 不肥膩 也沒有養雞皮 吃起來 它中間有一塊很薄的骨 其實我很快速給你們看 可能有些人都不喜歡 如果不喜歡看那些 麻煩 拖一拖一拖 先避開 就是這樣 咬下去 我覺得燒烤的技巧 掌握得非常好 雖然它沒有焦邊 或者脆口感 但是雞的味道真是不弱 而且沒有雪味 最重要 調味方面也挺野味 其實它也加了少少 類似黑椒的物體 不過咬下去 吃到那些燒烤的味 配合雞肉的味 所以整體上 你問我12元是否值得吃 我覺得一般般 因為可能比雞肉更小 但是燒烤的技巧好 吃起來就不油膩 第二吋 就是我最香味點的 就是沙爹豬一吋 為什麼我要點沙爹豬 因為它很標榜 這裡的沙爹是用馬來西亞沙爹 如果有吃過馬來西亞的沙爹 都知道它是輕輕帶甜的 而且很香 豬肉的口感 會比牛肉更加好 為什麼 因為豬肉有肥有修 其實我現在吃到近中間的位置 就是肥膏 它也燒到有點焦香 近邊皮的位置 比較瘦的部分 咬下去的豬膏 有部分滲了豬油出來 還有它已經醃到沙爹 想灑到豬肉 所以看到是偏黃色的 吃起來就覺得 又有豬肉的香味 又有焦香味 還有豬油的香味 一些不好的豬好味 或者酥味 或者其他特別的味 它就沒有 更加沒有雪味 調味都蠻好吃 還有這種馬來沙爹 是很容易令人接受 因為它輕輕帶微甜 整體上這一串 烤豬肉我挺喜歡吃 最後也是雞的選擇 這是我在其他地方也試過吃的 就是雞皮一串 它寫明是全脆 或者你可以選擇外脆來軟 製作時間是比較長一點的 大概要等20分鐘 寫明全脆我就有點期望 不過吃下去它輕輕帶煙韌的口感 脆口的感覺我就覺得薄弱了一點 如果大家真的想欣賞什麼叫全脆 我們去曼谷買那些炸雞皮 哇 排了長龍 我們的網友一個二個 有好幾個都叫我們在曼谷買的回來給它吃 我們都買了很多很多 對嗎 對呀 我們買了很多 如果有吃過的網友 不妨在這裡留言 說回當天在曼谷 我買回來給你的雞皮脆不脆呢 而且價錢是很便宜的 不過我們買的不是烤的雞皮 是炸的雞皮 哇 那些香口感 真的可以比薄片厲害 還有它炸完之後 那些鍋油雖然變了深啡色 但是整個鍋油都有雞的味道 很厲害 它再炸其他薯條或者其他種類的食物 都帶有雞油的味道 就像用完炸豬油渣的油 來炸其他食物 其他的食物就會沾染到有豬油渣的香味 一模一樣 這裡的燒烤大致上是十多元一吋 但是效果各有千秋 看看你喜歡吃哪一樣 可不可以選擇你自己適合的心碎 好了 最後介紹這兩款茶 其實它說明有650ml 所以我覺得很划算 每瓶都是15元的 右邊那瓶是玫瑰諾晨花茶 左邊那瓶是菠蘿桂花雪梨茶 我喝這瓶的味道不是很濃 很有諾晨花味 但是告訴你 不屬於淡的味道 為什麼 因為茶包有兩個 剛才老闆娘也說 我們是加兩個茶包 所以味道不會淡 它說這裡所有食物都是落足本 所以認真不錯 另外那瓶 老婆說說菠蘿桂花雪梨茶 哇 夏天真是來這裡喝 只是一瓶茶就適合了 650ml去雪到冰凍 如果你出去或去Seven買一瓶 閒閒的都未必有650ml 這裡兩個茶包的味道都足夠了 你問是不是很濃郁呢 我都覺得不是 今天我喝到菠蘿桂花雪梨茶 最突出的味道 居然不是菠蘿味 是桂花的味道 而雪梨是微甜的 但喝下去很特別 我第一口喝到 也不是桂花的味道 也不是菠蘿和雪梨的味道 第一口喝到一些 類似香茅的味道 但更加深一點 就感受到有桂花的味道 今天試到這兩瓶凍的茶都相當不錯 因為我覺得給十多元 雖然你說便宜不便宜 說貴不貴 但它都很用心做的 這裡的茶 整體上我覺得比喝汽水好 沒有那麼有益 而這些所謂的補健品 沖的茶包 我覺得怎樣都好過喝汽水 還有好解渴 希望它接下來都會再設計多幾款 這些這麼特別的茶 在夏天吃餃的情況下 每個人都全身熱辣辣 喝了一瓶這麼有益的茶 還要冷到夠冰凍 真的相當不錯 但如果說真正正的 健康的就是室溫 因為冷到夠冰凍的時候 都會濕重 來的美人照鏡 食物都吃完了 還有一瓶飲 還有這瓶飲 還有這瓶飲 接著就說說我最後總食品 這間餃串派對 今天食物真的不錯 其實我們走過幾次了 這間餐廳也不是太大 一間小店 還有裡面好像沒有人 你明白的 有時候你走過見不到有人 你自己也不想進去 但想不到錯有錯著 今天神推鬼安就來這邊試試 想不到東西這麼好吃 所以有時候的食物 不要想得這麼簡單 好像說沒有人 原來是這麼好吃 當然是否全部東西好吃 不是 好像那個雞皮真的很一般 真的告訴你 就說全脆 我就覺得完全不脆 它是全是完全不脆 所以告訴你很普通 另外其餘的宵夜都不差 不過感覺尺寸就小很多 看上去有點不太大方 如果說真的 大串少少 收貴少少 我覺得會好些 另外餃子來說 我覺得挺好 尤其是煎餃很香 最後拿來我馬上吃 如果煎得脆一點 我覺得更加好 另外這裡位置不多 只有四張桌子 十多人坐 不算多人 但是今天是星期日 人就沒什麼了 冷氣 可能我吃得太快 熱東西 我就出汗 但是其實 說真的 這裡的冷氣也夠 還開了白風扇 吹下來 但是 因為我看到樓底很高 可能冷氣會走失了 這些可能是我自己的心火性 其實也不屬於說很熱 其餘就等老婆說說 最初進來看到餃子 只有六款左右 覺得一般吸引 但是吃下去 真的滿足 因為本身每一隻餃子 都包了很多材料 而那些材料真的很飽滿 而且煎餃的皮 真的做得挺薄 挺好吃的 另外餡料也夠新鮮 雖然你問我吃韭菜 是不是最香最濃 那就不是 但是呢 整體上都已經是中上水平 另外 我也很少在外面吃到第二款 類似椰菜 冬菇 木耳豬肉餃 這裡又真的做得挺好吃 另外 燒蝦方面 我真的很欣賞 那個魚福奇 哇 原來一吋只不過是15元 總之我多點幾吋 雖然等的時間都比較久 但是我覺得真的超級值得等 魚油的香味 好像在吃魚韻一樣 我平時就很喜歡吃蒸魚韻 他居然做到那個魚福奇 有魚韻的效果 真的很好吃 又夠香又夠滑 還有很多很多魚油滲了出來 很有油脂感 還有皮是煙煙韌韌 另外最後也要看一下 他的湯品類 今天是五指毛桃甘筍 粟米腰果豬骨湯 原來老闆娘說 都會不定時 因應季節和氣候 加上當刻的材料 是輕邊一樣 他就會煲邊一樣 他之前也煲過粉角湯 老黃瓜 接下來夏天可能會煲些 比較清熱去濕的 例如冬瓜湯等等 他說最受歡迎 當然是五指毛桃 因為那種味道 加上藥用價值 是超級值得人欣賞 所以這個五指毛桃甘筍粟米腰果豬骨湯 真是大受歡迎 還有這裡很多寫字樓的OL 所以他們都很喜歡買一碗外賣 可以回到公司也好 回到家也好 可以慢慢享受 我覺得這裡也坐得很舒服 還有雖然他也有播音樂 但是可能比較樓底高 你就覺得沒那麼炒耳 所以這裡加上冷氣 其實也夠涼 不過何老公說 可能不是兜口兜面 所以他就會覺得熱一點 還有桌面也拍給你看 他有黑醋 辣椒醬 有石子兜 還有自製的辣菜譜 我都試了辣菜譜 其實他是買一些原味的蘿蔔 回來做菜譜 他自己調了味 辣度一般般 他不是偏甜 他是偏鹹 好像加了少少蝦米的味道 其實也挺香 不過我自己比較喜歡吃甜菜譜 我今天講的就是這麼多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